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世世多遗憾 挥手望红颜 眼中情 心中泪 梦里长相见 一个爱子难出口 遗恨无边 把风风起 旧种引动观众叛太平 人间世世 多么难挥手望和上 鱼儿心 寂寞我剧 凶手已长见 一枪长起 在胸口来劲 无边 把风风起 旧种引动万种攀太平 人间世世 多么难挥手望和上 鱼儿心 寂寞我知 修手已长见 一枪长起 在胸口来劲 无边 我爱你 你慢点 后面的步兵跟不上了 旧兵如旧火 慢了就有破车的危险 驾 驾 站住 什么人 口令 是长沙国的增援军队 口令 我们日夜兼程从长沙赶来 哪知道你们这边的口令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是新任命的长沙国中尉立西 是小侯爷 我是张胜啊 等一下我开门 小侯爷 小侯爷 恭喜啊 恭喜你荣升中尉了 南越兵呢 什么南越兵 不是你们告急 说南越兵进攻零零 危在旦夕吗 没有啊 我是说有小狗南越兵骚啊 他娘的谎报军情 这下心罪总算明白了 他没好日子过了 好 好 福大侠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都下去吧 哪有什么南越兵入侵 根本是吴越在故意拆台 吴越兵 他说要熟悉一下军情 过两天回来 这还刚是个开始 好戏还在后头呢 那我们就这样让他们消遣 吴越兵 吴越现在攀附履逝 我们也只能暂时忍气吞声 我可受不了这口气 受不了也得受 朝中陈平周伯这些老臣 守得且更多 阿锥 我们能不能找个偏远的乡村 过些清静的日子 我告诉你 一个人走到现在这一步 也不容易 我们只能随宇而安了 你别走啊 你现在叫我一声篮子 我们不就认识了吗 篮子 这样的认识倒是蛮有意思的 最近你们长岳方有什么新鲜事 我们方主不让我们乱说话 你别这样嘛 我们俩现在可是姐妹了 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 要不 我送一条链子给你 你拿着 对了 我们方里来了两个客人 不住前楼住后院 我们跟她睡觉 方主不让我们收钱 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岳方内能有什么新鲜事啊 都是些吃喝喝的事呗 虽然你告诉我这不算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这条链子我还是送给你 谁知道咱们是姐妹呢 根据赵淡说的情况 我估计雍间就藏生在长岳坊内 大隐隐于世 没想到他找了个最热闹的地方藏生 难怪找不到他 福慎 晚上你去打探一下 嗯 你怎么来了 我来幸灾乐祸呀 就为这事 你对男师的心情一点都不明白 我当然明白 宝贝 你可真够味 让人久久难忘了 丞相 王太后呢 王 王太后不 不在 去哪了 不知道 现在事情都清楚了 琐使你爹去处营告密的是难事 给陛下出主意 把丽阳公主嫁给丽苍的是难事 害死丽苍的也是难事 这一切怎么都是他做的 这个女人怎么就那么狠毒 我还一直蒙在鼓里 反而把她当成姐妹 其实 她表面上装得很高贵 她内心是很自卑的 她想所有的人都臣服于她 所有的人都败倒在她的脚下 如果达不到目的的话 就想方设法去伤害别人 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乃师到常乐坊 去找庸监去了 真的 千真万确 好 他不认 我就不义 我们就来个 一箭三调 昨晚你去哪了 放肆 我是王太后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问我 你的王太后 还是我给你抬举的 是你抬举的 但不是你疯的 是皇帝和皇太后疯的 有本事就把我给废了 说无悔是你的儿子 你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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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没什么 我只是想问问 昨晚你去哪了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我告诉你 就这一回 下次要是再这样 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了好了啊 就算我向你道歉了 出去 生下你这还有 你这个臭婊子 要不是老子当年收留你 你早就流落昌门 被千人欺万人踩了 哪有今天这么风光啊 老子要不是看在儿子的份上 早就将你碎尸万段 丞相 书案上有一封你的信简 谁送来的 不知道 一大清早就放在门边了 速去天菊茶寺 看一场妇女乱伦丑剧 东主 您的信简 来 跟我啊 跟我 跟我 大伙 跟我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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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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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不错 很有情调 既然先生这么有闲情雅致 要不 男师为你唱首歌吧 好啊 好 黑风浓离心 看白风了子 看着 看白风浓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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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啊 这个好像是我们家乡的调子 男士姑娘 你是哪里人啊 还会唱这种佩帝的小曲 让我倍感亲切啊 来 坐 男师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只记得小时候我娘叫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用上等中药熬成的药汤 是用来给客官洗脚的 洗了可以除百病 延连易受的 这是免费奉送 不收钱的 你们老板这回做生意啊 客官 您是要重一点还是轻一点啊 重一点 好 不错 舒服 舒服啊 男人闭上眼睛在想什么 是在思考 在养精蓄锐 那睁开眼睛呢 那就是掠夺 征服 和霸占 不错 不错 都不错 不错 怎么了 按耐不住了 你的小名叫什么 你们这个干什么 这你不必问 但你必须要告诉我 那我要是不说呢 那我就掐死你 告诉我 你放给我 我才能说 说 我 我 我的小名叫 叫玉驾 天哪 我 作孽呀 我用剑 作恶作断 这是报应 报应 天 天要我亡 天只给我留了一条死路啊 我只有一死百了 好吗 一死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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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呀 啊 这什么事 让我出来的 心里不脖子 不知道 真快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呀 挺体面的一个人哪 别看着别看着 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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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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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他是你的父亲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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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是你的父亲呢 是 哎 高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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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求见王太后 不进 丞相说她有重要的事情 我说了不进 丞相说 她查出了丽夫人的阴谋 请她进来 是 请 好 我们三个人都上了新追的当了 是吗 你想啊 我们三个人同时接到了信件 又同时应约去了天驱查寺 那么这信件是谁发的呢 不是你 也不是我 更不是雍监 因为雍监不可能约一个人 去窥视自己的秘密 这个人 一定是对你对我都知根知底的人 心追 出了心追 没有人知道我的理性 所以我们不要中了他的离间计 自己内部先不合起来 那 那 那你还记恨我吗 哎 我要是记恨你 我就不会到这来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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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我替你把雍监给除掉了 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你看你 连走路都走过我了 但我精神很好 精神好还不是因为在你的药里插了野蜂的蜜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偷偷跟踪你 看见你去采野蜂蜜了 是啊 因为野蜂蜜中有维持人体生命的精髓 这不正说明人是不能缺少食物的吗 张先生 京城有人找你 张先生 皇帝病重 找张先生和公主回京 知道了 我这就启程 躲在这里也不能让你清静 他们是怎么找他这儿的 我跟陛下说过我们的去处 他一定是有事找我们 来 走吧 真是不想离开这人间仙境啊 你为何有如此的感叹啊 我们去一趟京城就会回来的 怕是回不来了 为什么 陛下如有不测 太后岂能放过我啊 另一趟 露儿 блок 我求你一件事 你说 你肯定是如今 把我的骨骸 埋在此处吧 你不要吓我了 是 先生可是张子房 正是 是 你有何事啊 皇太后请你去 走 这 张良 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 你看哀家都认不出你了 臣在修道 玉语化成仙哪 人生一世如白居过细 何必苦苦地折磨自己啊 臣觉得畅快无比啊 别自欺欺人了 哀家也曾尝试过修道成仙 可七天都没熬过去 这五脏啊 浸伤 就像大病了一场 太后 没有臣有仙缘哪 哀家就不相信 你比哀家更有仙缘 这样吧 我们打个赌 你在我的宫中 让哀家亲眼看见你 不吃不喝的七七四十九天 哀家也拜你为师 修道成仙 否则 你就得禁食 太后若执意要臣禁食 臣禁食就是了 陛下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大汗的天下还要靠你支撑呢 朕早就说过 我不是做皇帝的料子 先前施爱于高祖 一向如履薄冰 过的是战战兢兢的日子 现在我是一切得过且过 过的是昏昏沉沉的日子 虽然身为皇帝 但却没有丝毫施展的余地 陛下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施展抱负 千万不可借酒色 自强身体 你对话说得太迟了 我现在已病了高慌 不久于世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丽阳 在刘世皇祖中 只有你和朕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无话不说 朕驾崩以后 太后一定会让吕氏掌管朝政 一定要和张子芳想办法 不要让大汉天下 落入女性人之手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张良 你是先帝先前最信赖的人 先帝临终之前 曾与大臣立下誓言 不许义姓为王 可哀家现在 想立旅铲为王 你看如何 无可 无可 无不可 怎么说 先帝不立义姓王 是深知义姓王对大汉皇权的威胁 太后不是也助先帝灭过韩信彭月吗 当然比张良更之 离义姓王危害之大呀 可这天下 可这天下 是哀家帮先帝打下来的 为什么只能立他 流姓子弟为王 就不能立我 吕姓子弟为王 太后是想夺 流氏天下 为吕姓 哀家只不过是想让母家子侄 享受一下荣华富贵而已 太后抬爱自己的子侄无可非议 尽管多次金银珠宝足矣 为何一定要封王 封王会害了太后的子侄啊 怎么讲 请问太后诸子之中 有哪一个有帝王之相 帝王之气 帝王之才呢 没有 既然没有 太后要封其以王位 授其以重权 这不是 要培养他们当皇帝的野心吗 太后再使群臣诸王 敢怒而不敢言 若太后百年之后 群臣诸王必会群起而诸之啊 可哀家 还是想立吕氏子弟为王 所以说无可无不可嘛 肚子长气不进食 但是一下狂眼暴食 胃肠很难受 太后为何让你狂眼暴食啊 她是担心她会死在我的前面啊 她是怕你驻刘氏诸王 诸灭李氏诸王 是的 皇帝的病很重 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难道大汉的江山 真的要落到吕氏手里 不会 吕氏诸子之中没有一个能成大器 他们不是周伯陈平的对手 刘盈本来应该是个好皇帝的 是啊 谁让她摊上这么一个母后 天命啊 慢点啊 慢点 纵算是又回来了 我说过你不会有事的 走吧 哎呀 吴丞相啊 你怎么才来啊 大将军有何急事啊 十万火急 我告诉你 我刚接到急报 皇上驾崩了 真的 是皇帝才登基几年呢 你听我说啊 太后召我立刻赶回京城去 有军机大事商议 是宣皇帝的事 谁当皇帝都有可能 大将军有什么需要 吴严一定起兵拥护 吴丞相可真是聪明绝顶啊 你给我记住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利息的兵权给我拖回来 她可是太后亲典的 怎么夺啊 怎么夺 不择手段 好好写 哎 离产让我除了利息啊 可是她手握着兵权怎么处啊 就是啊 我正为此事犯难呢 不过 我倒是有个主意 快说 我们可以让人到南越制造事端 南越大兵 必将借此机会大举侵犯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断他的援军 然后断他的粮草 让赵佛困死他 哎呀 这是借刀杀人啊 太后 高明 高明啊 你回来了 我来替你借盔甲 你不方便 我自己来吧 边境上没事吧 没事 赵佛啊 是个聪明人 能保边境吴战士 他就谢天谢地了 上次吴越他是谎报军情 故意滋事 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这几个人哪 不知怀里揣着什么坏主意 你可要小心哪 不劳夫人操心 你该操心的 是你肚子中的小戴侯 我陪你出去走走 去哪儿 后花园 你说该怎么办 阿追 我们总不能一辈子这样 你说该怎么办 我也说不清楚 我想 我们应该到武陵山去 到那儿 可以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去武陵山 你要让我抛开我的儿子 抛开这座我苦心经营的戴侯府 再受我复仇未报 我怎么能走 你有这么多放不下的事情 那只有我一个人去了 父神 你别走 父神 你别怪我 你别把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留在这儿 最近要注意身体啊 你放心吧 你别把我印象 我怕 你把我老娘 汐儿你不能再喝了 你给我出去 你说什么 我是你娘 你还知道你是我娘啊 我还记得你常说吕后如何的淫乱 现在你如何解释你自己的行为 你娘跟她不一样 可你还是代后夫人呀 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汐儿 我不是你儿子 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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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粒 汐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追 这事迟早都将是如此结局 我走了 去浪迹江湖 飘渡余生 就这么走了 走了 陛下 长沙王派兵过境烧杀掳掠 百姓被逼四处逃亡 无家可归 吕之 你欺人太甚 回朕祖坟 杀朕族人 朕还没有跟他算账 他反倒来攻我城镇 烧我房屋 杀我臣民 赵恩 臣在 朕命你率十万大军 攻打长沙国 杀他个鸡犬不留 遵旨 夫人 小心点 找来什么好处了 孙子兵法十三篇 哪来的 是夫人一字一句背出来抄袭下来的 你拿走 我不要看他的东西 算了 你娘他也难呀 我爹大小是个带猴 他如此做事不端 犹如我爹呀 我无法原谅他 你这是干什么 他是你娘啊 你总不能一辈子不理他吧 这是哪一世造的孽呀 我会不要啊 速决笔罚重卫 大事不好了 浩月 大事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南越大金压尽 李武张胜兵败零零 他们人呢 都在大墨外 不敢进来 叫他们进来 是 请中尉打人输罪 先说 出什么事了 南越派赵安为大将军 领兵十万 攻打长沙 目前 已攻下零零贵阳树县 势不可挡啊 向长安告急了吗 告了 丞相知道吗 还不知道 快 跟我去丞相补 是 怎么了 不是边境一向平静吗 怎么会突然起战火呢 我不知道 这有什么大金小怪的 水来土焰兵来将党 南越兵贩 你带兵打退他们就是了 这次南越可是大军压境啊 十万人马 我这一点兵 无异于杯水车薪呢 整个长沙国 也就三四万军队 都给你 那长沙怎么办呢 一万人要守一座城还算勉强 要想收复林林贵阳 是不可能的 谁让你收复师弟了 你只要带兵挡住他们 不让他们再前进就行了 至于收复师弟嘛 等朝廷的大军来了以后再图嘛 一万人还是不够啊 那我再给你五千 加上原来的就有两万人嘛 兵不再多再余积呢 就看你怎样使用兵力了 丞相既然这样 必须无话可说 只有以无耻之躯 血溅沙场了 哎呀 李将军 何必言败嘛 那南越兵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岂能挡得住我长沙国之精兵 就凭中尉神威 此战必获全身 我在这里恭候李将军的喜训了 告辞 走 李希只有一个要求 请讲 丞相务必要保证粮草的攻击 请李将军放心 粮草一定及时攻击 那我就在这里 带全军将士先谢过丞相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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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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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一样的梦有梦一样的云 云梦是我无聊的情 当我的情思飘作起伏的波音 你的泪水却蒸发成一朵白鱼 我要它婴儿去 你愿伴梦而行 心里梦里有梦 我人的故事 一样的梦一样的梦 一样的梦一样的梦 情爱是我心上的人 当我的真诚 望穿流逝的秋水 你的守候却凝结成一座山林 我要它婴儿去 你愿伴梦而行 你愿伴梦里有梦 我人的故事 一样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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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cri bwd 一章如梦 一样如倩 一样如梦 一样如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